大选辩论最受瞩目的部分就是交互插结问的火药味 马送两人联手攻击蔡英文与陈水扁牵扯不亲 两岸政策也飘忽不定 要蔡英文把他所提出的台湾共事讲清楚 大选辩论交互结问 马英九一提问立刻指引民进党的幕僚团队清联度 特别是绿营所提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有好几个人正涉入司法案件 蔡主席还告诉大家最好的名单比国民党还好 请问他到底好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是在领导人 如果马主席说我们有些人有司法案件 那这些司法案件就应该由这个司法来处理 而不能够把它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蔡主席我们大家都对您来主持民进党的打赏 给很高的期待 但是有两件事情 确实像马主席所说的 那就是跟匾办老是纠缠不清 第二个就是你对两岸的问题 常常也是被匾办在那边纠缠不清 马送两人联手攻击蔡英文 与贪污深陷牢狱的陈水扁纠缠不清 而蔡英文一提问单刀直入 质疑买酒轻中卖台 上任以后快速的拉近了政府跟 有关系但是跟在野党跟台湾人民的距离 确实越来越远 我们蓝绿两党的距离似乎要比我们跟中共的距离要来得更远 这个话是我第一次说的 很早就说过了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过去两年三年多 我一直希望能够跟蔡主席见面 可是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 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有个真正的共识 那就是我们都是台湾人 今天在场的哪一个人会举手说 我不是台湾人 这不就是台湾的共识吗 在互结议时虽然三人都保持风度 但从言辞中人嗅得出浓浓的火腰味 二位市中长要得成台北报道